变化开的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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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变化一个圆 然后 花丝边 花丝 变化药 这也是开的 一半 这挡住了 一点点 然后花半边的花丝 变化药 这是半开的 这要画到这个前面这个花瓣上去了 从这往外 这是花丝 花药 后面是花气 花鳄 这是开的花 花一个圆 花到的花室 黏 花药 开的花 这是侧面 有一点侧面的 这边就没有了 给花瓣遮挡住了 花半边就可以了 这是半开的 下面要画 花梯 点 点 花药 下面是不是 包包 包包是点两笔 这是它的 花药 然后是顿笔 我下一拉 这是它的花气 一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这个是半开的 这是开的 在后面的花包 稍稍点一下 就可以了 是半开的 花包 花过以后 点过以后 把这个字干上面 再点一些小点 点 点 按 按开的 点上去点 按开的 这是在后面的 后面的花 后面的花呢 把这个花丝 画在外面 感觉这个后面还有一个花 就可以了 这是花苞 按开的 按开的 一边画一边点一些点 按开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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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每个画就要画一下 每个画就要画一下 按开的 慢慢点一些点 最后一组 这个上面的树沙上面的树沙 是花包大部分是花包 或者是半开的 像这样是半开的 这样的树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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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每个画就要画一下 画过以后检查一下 有没有画漏了 这样的树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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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树沙 这样的树沙 树沙 也不要很多树沙 树沙 再再调一调 这样颜色就淡一些 然后把它再染一下 这样这个树干 它就有一些深血色的变化 树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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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树沙沙 树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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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树沙